你好像还有一个PPT吧 对 这个PPT呢其实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种战略投资一些 因为我之前两段十一经历 分别是在一个中大型的券商 然后是行业研究部门 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新财富 大概是排第五这样一个组 在金融领域里 你获得过哪些职业资格证书 或者考取过什么样的证书 我目前为止只有那个军券从业 但是我准备考那个基金从业 然后像我的本科的话 是ACC免考九门 其实你学金融 很多人现在就讲 是金融行业 未来会被人工智能代替 那么你怎么看 在求职方向上 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 对新的报考金融的人来讲 我觉得可能像精算 或者会计类的专业 很有可能以后是会被AI取代 包括像银行里面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岗位 也是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然后现在呢 也有一些像这种金融科技类的公司 比如一些跨定支付啊 之类的这种公司 其实这也是我的选择方向之一 除了金融和投资类的 其他行业的销售类工作 市场类工作 你考虑不考虑 我觉得第一份工作 应该看的是长远的规划与发展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吧 六千到八千这样 有地域限制吗 我比较想要在深圳 或者广州上海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石盏灯 谢谢各位老师